熟悉的旋律响起 台上几名年轻人弹着吉他手风琴 全场大合唱 气氛相当热络 这里是淡水的油车里活动中心 每周二 社区的长辈们都会在这里聚集共餐 而这群年轻人就是新北市的望年天团 每一个都是身怀绝迹的新北市替代艺南 今天不但带来了乐团表演 甚至还有魔术跟热舞表演 望年天团他们很有活力 让他们感受到这么棒的活动 让他们来参与 让这些年轻人来带动 让长辈们能够欢迎 也能庆祝有意义的父亲节 新北市替代艺的望年天团 今天整团到了我们淡水的油车活动中心 来跟我们的这些好人家 在饮饭族聚餐的活动上面 来做各种的表演 那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 民政局的这个议政单位 那这个也对我们这个地方的老人家们表示关心 那里长非常认真 每个礼拜二我们都有看到他的热心 还有我们的志工油车里的志工 这个大家非常热心 不仅每个礼拜二的共餐 还有在周遭的环境啊等等 都整理的非常非常的棒 现在的里长真的是也真的是太用心了 油车里的长者表示这些一男的年纪可能比自己的孙子还小 看到他们那么热情而认真的表演也让他们相当开心 而望年天团团长则是表示 能够在服务期间从事这样的社会服务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表现都很好 对喜欢哪一段 都可以每一段都很好 这段是一个满意义重大 因为毕竟在我们服务中的工作可能会比较一个单一 那我觉得藉由在我们服务中可能利用一些服务的时间 然后藉由这样的活动 想多多增加在我们服务中的一个价值 从这个活动中可以寻求到说 就是我们替代一的资源如何能投入在一个公益活动上面 油车里每个周二都会举办赢法共餐的活动 而这周刚好适逢父亲节 因此里长也特地举办父亲节庆祝活动 并且表扬资深的领长 而这样特别的日子 有这群充满活力的青年热情参与 也为现场带来了欢乐的气氛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